9月20号,在广西南宁开幕的第七届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上,中国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介绍,近年来在中国东盟科技伙伴关系和双边科技合作机制框架下,双方已支持了超过1000个合作项目,服务于双方产业和社会民生。 徐南平指出,近年来中国通过资助来华科研工作、短期技术培训班、政策交流、青少年科普活动等方式,为加强区域科技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已有百余名东盟青年科学家在中国开展短期科研工作,数千名科学技术和管理人员在中国参加了先进试用技术和科技管理培训班。 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积极共建联合实验室,搭建多层次科研合作平台。 目前中国已与东盟各国在铁路、能源、生物、海洋等重点领域共建了十余个国家级联合实验室,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共同开展高水平联合研究。 徐南平说,近年来中国东盟双方积极探索政策交流、企业对接、园区共建等多层次合作模式。 就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间科技创新合作,徐南平建议,通过进一步深入实施国际节清计划, 举办各类科技培训班、互派科学家访问团组等主题活动,吸引更多东盟国家青年科学家来中国开展研究工作, 继续推动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东盟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的对接。 我们将技术大造航行合作品台,谋求共同发展的环境,结合邓门国家团地化国际需求。 技术共建一批特色心理的国家经理和实验师分享中国的发展体验, 与邓门国家合作伙伴团好派达科技人数合作, 进一步完善覆盖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技术转移网络, 促进先进试问技术在东盟国家的示范应用和对话, 积极打造连接产修业全面合作的桥梁, 为经济产业发展混迅科技的力量。 2019年是全面落实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的开局之年。 徐南平表示,中国东盟区域科技创新合作潜力巨大, 中国将进一步扩大科技对外开放,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 与东盟各国进一步对接创新发展战略, 共同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和中国东盟科技伙伴计划, 推动区域创新合作,迈上新台阶。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